我发现自从来了日本以后 我对生的食物能不能吃这件事情 已经丧失判断力了 别人的生日都是跟朋友一起过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生日却要被前辈抓来 跟架子骨一起过 他是觉得满意了 我已经快要饿晕了 都这个点了 也不知道最近比较人气的汉堡店 还有没有作为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一开始我也没觉得这里的座位有多窄 可当我走到自己的座位 拉开椅子 想要放包的时候才发现 我的包根本就塞不进 最后服务员小姐姐给了我一个筐子 我才能安安心心坐下来吃饭 刚一坐下小姐姐就给我送上个生气感 自从我坐下以后 这个打扮得像圣诞树一样的小哥 无时不刻想要吸引我的注意 我都无动于衷 直到他将一块牛油摆在铁板上 用铲子剁碎 然后又拿出一整块黑松露 在我面前 用刨刀一片一片的刨下来 我以为他只是刨几片 意思意思就算了 可他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真的不会亏本吗 再往上面浇上一盆浸满蛋液的饭 在饭里挖个洞 用神秘的酱汁填满 这铁板一加热香味全出来了 再这么翻炒两下 最后放到一个跟井一样深的碗里 一颗都不能浪费 再挖一个洞 倒上一颗浸满神秘酱汁的蛋黄 撒上细盐 再放上一撮葱花 我的黑松露蛋炒饭就做好了 接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银块 把蛋黄戳破 让它充分与炒饭融合 接下来夹一块 圣诞树小哥哥揉了七七四十九天 却只在铁板上烤了几秒的汉堡肉 揉都没收 当它放上葱花端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想都没想 直接把它扔到了生鸡蛋里 想拿它就是刚才的蛋炒饭 来上这么一口 满口都是黑松露和生鸡蛋的味道 完全停不下来 汉堡肉也是嫩到不行 一碗饭很快就见底了 肉却还有一半 于是我又问服务员要了一碗饭 等饭的时候看到对面的大哥 我才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看到隔板上的食用说明 我才知道这汉堡肉不能就这样吃 要像图上说的那样 要自己在铁板上煮熟以后 才能吃 我才知道这汉堡肉不能就这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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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知道这汉堡肉不能就这样吃